不错的发挥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作为新人 得到9.10分属实难得 不守健壮赶紧劝他 还是得靠拿手取球 但习村并不买账 他强装镇定 表示对于这些替补 并不需要动真正 自以为掐中要害 一旦被我们发现秘密 你就不能再继续当教练了 谁知伯爷却反强一军 不止这样 说不定连贾紫园都去不成了呢 言外之意 难道是有信心带着小伙子们披荆斩棘 亦或是威胁达野 不要搞得两败俱伤 博叶的心思你能懂吗 达野被怼得无话可说 画面来到体操比赛现场 最后一项是小南最擅长的智棒 但他的竞争对手 得到了9.75的高分 雀斑妹不由感叹 这个小姑娘进步如此神速 小南认可了对手的实力和付出 并询问自己需要获得多少分才能获胜 雀斑妹弱弱地表示 你只要尽全力去做就好了 很显然 小南已经不可能获胜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只要拿到前五 就可以晋级下一轮比赛 小南遭遇如此大的危机 但他的救世主却还在等公车 达野责怪故意拖延时间的尤家 妹子倒是有借口 学姐那么优秀 咱们压根不需要担心他的比赛 达野懒得继续跟尤家耍贫嘴 而等不到晴朗的小南只能先行上场 现场的粉丝们屏住呼吸 期待着妹子成功逆袭 小南沉思片刻终于不再迷惘 内心祈祷着 达野赐给我力量吧 随着音乐的响起 他将手中的艺术棒抛向空中 一场毫无瑕疵的完美演出就此开始 最终小南成功征服了柯柯的裁判 收获了9.85的高分 果然还是达野好使 即使没到场 只要心里默念名字 一样可以得到buff加成 这下小南又成了前三甲的有力竞争者 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很焦虑 达野为什么还没有来 小伙子同样充满疑问 好不容易等到公车 司机还搁那换摊 这难道都是小恶魔尤家计算好的 果然打野吃吃味道 幸运女神也不再眷顾男男子 敬州对手 但是一个赛一个的优秀 你瞧这个短发美女 同样得到了9.85的高分 小南也因此与前三失之交臂 值得欣慰的是 他依然获得了关东区大赛的参赛资格 接下来轮到日夏登场 小南则默默向着更衣室走去 刚走到大厅门口的时候 日夏出现了天大的失误 整个人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回到更衣室就嗷嗷大哭起来 雀斑妹耐心地安慰着他 然而却并没有效果 只能求助小南 温柔的女神也碰了一鼻子灰 日夏恨着直接不公 凭什么有些人天赋一柄 随便发挥一下就能细经思作 看到学妹情绪失控 小南只得先行离开 此时大爷可算是赶上了 气喘吁吁冲进场馆 却并没有看到小南站上领奖台 赶紧找到原田询问情况 大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去年还得到第三名的小南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为什么只得到第五 原田看破不说破 难道还真要告诉你 一切都是因为你小子磨磨叽叽 让你来背负这个罪名吗 优优独播剧场上